上了迪菲尔之後 我就覺得我是可以當領導人 領導人就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想法都講出來 綜合大家的想法 然後就是要討論 像是如果別人有爭執 我可能也要解決 雖然很辛苦 可是做完這些事情 我也覺得很有成就感 我二年級來到吉菲尔 小時候的成績還不錯 我四年級跟六年級 我當過模範生 以前我不會挑達 不管是情緒方面 還是我想要的方面 不開心的時候 可能會把情緒壓在情緒 就自己悶生氣 來這裡之後就是做了一些改善 就是可能會表達出來 上課偶爾會要發表自己的情緒 我就會逐漸的了解到 就是講出來對方也會理解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理性的溝通 跟朋友一起完成任務 我覺得過程是很開心的 而且每次來我是期待 就是跟朋友一起過任務 然後很開心的過程 在迪菲尔有時候老師會分隊 老師會選隊長 有時候我會被選到 我就覺得做了 我覺得我自己做的不算差 我覺得帶領大家 贏得勝利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也很有成就感 所以我到學校裡面想要 就是嘗試看看 在學校我能不能當一個好的領導者 後來在四年級我就嘗試 做了一次班長 然後我覺得我做得很好 然後五六年級的時候我就 就是雖然剛分半晚 可是在選班長的時候我就站起來 有點像拉條一樣說選我選我 後來我就當當了班長 老師也覺得我當得非常好 然後我就五年級球都是班長 覺得就是表達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謝謝我媽媽送我來迪菲尔 因為這樣子我覺得對我很有幫助 以前的我可能沒有辦法做到現在的樣子 我覺得迪菲尔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要好好珍惜在這裡學習的時光 我以前壓抑的情緒這樣就真的很不舒服 我真的不是很喜歡 可是到現在我覺得我自己很棒 我很喜歡現在的事情